我想問一下,像前幾天,包括柯建民跟李佑昌都講到說 關於這幾天不會民眾黨的表現,然後覺得好像是配合中共演出,怎麼看這樣 為什麼民進黨有人說他綠共,北京政府一直在貼人家標籤說什麼台獨 現在民進黨也是每天在貼人家標籤什麼中共同路人 民進黨跟共產黨怎麼很像,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因為關於接下來,國民黨好像想要這個有辦法修法,但民眾黨立場讓我們想像,因為好像說黨面也有好好的資深 從過去這半年以來,如果給民進黨寫個評語,就是這個正事不幹,只是製造對立製造仇恨 台灣要面對的問題很多,每天在搞那些什麼對立、仇恨、抗爭 其實每天要應付的問題很多 其實國會改革案,特別是聽證跟調查權,哪一樣國會改革的案子不是民進黨當年的主張 所以我才替黃國昌抱怨,就是說其實過去12年沒有變的是黃國昌,變的是民進黨 當年黃國昌主張要國會改革,現在他還是主張要國會改革 反而是當年民進黨說要國會改革,現在不要了 所以變的是民進黨,不是黃國昌 甚至有時候罵民進黨就說背棄台灣人民的是民進黨 一旦有這個聽證調查權,我們跟他所知 一來整本都畫黑線都塗黑了,這個要灼茶 現在有國會聽證調查權,以後要這樣不交資料的,封存的,我看就困難了 他們聽說這是擴權,他們有說到說總統先擴權 擴權? 我逼到說那個 我來講,總統擴權 沒有,我來講還是那一句話,正事不幹,每天都不知道在做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 這件事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